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十八大前后中共当局营造氛围 让民众嗅到了一丝丝 似乎愿意正改的味道 那么迫切要求变革的中国民主党人士 就立即提出了建议 不过等到的回应却是警察冲进家门 11月23日下午 杭中市国保大队十几名警察 对就将知名异议员士吕耿松 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大抄家 并把他带走审问 原因是 他起草了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 要求制衡权力遏制腐败 吕耿松表示 习近平和张德江都在浙江当过省委书记 在他们任职期间 浙江出现了中国民主党 虽然两人在任期内都打压过中国民主党 但没能消灭民间要求政改的思潮 所以习近平和张德江更应该证实这种现实 在民主政治上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政党政治 都党建政的才是民主政治 因为这将有这个基础 是不是这个政治给他首先得 这样搞 因为这将有个中国民主党嘛 那么你是不是首先就成为中国民主党的合法地位 不过官方回应吕耿松起草之风公开信的态度 是抄走他两台电脑 三个U牌 一个读卡机 并且盘问他直到深夜 由于公开信的事件 浙江中国民主党成员陈述信和徐光 也被带走训问 警方威胁他们 不要再以中国民主党的身份活动 民主党的活动 我们一直以来 已经说都年了 从来没有间断过 不会因为他们的威胁而放弃了 因为我们很明白 公民的人权 包括中国实现民主法治 只有民众为了自己的权利 不但抗争才能得来的 不可能统治者会恩赐给老百姓 中国民主的社交委员会发表 这么一篇文章 完全是出于善意 是出于就是为国家民主 共同的利益的考虑 但是这是因为就是 他本身的内心的虚弱 胆怯 因为他不敢面对人民 不敢面对就是人民正确的呼声 新唐记者朱志善 博尼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